娱乐频道综合报道,金马影后张子怡经过39岁生日,音乐人老公汪峰写下500多字长篇情书,高调是爱,生日快乐,子怡,愿你因我永远幸福,也被影迷大赞是国际情书模板大全。 张子怡2015年嫁给汪峰后,不仅生下女儿醒醒,还替男方养育和前女友葛惠姐所生的女儿兮兮,夫妻两婚前情史丰富,好不容易相遇及而相恋结婚,也让汪峰感性说,我相信当我们老了,我们唯一觉得做的最对的事就是我们走到了一起,我们相依为命。 张子怡也甜蜜回应,生活的理想就是过上理想的生活,汪峰佐,甜蜜送上生日祝福给张子怡,又合成图,翻设自汪峰微博,张子怡经39岁生日,翻设自张子怡微博,张子怡佐,时常善一家四口幸福生活,翻设自张子怡微博,汪峰微博全文。 生日快乐,老婆,又是一年过去,你是否快乐,每一年你生日的时候,我都会偷偷问自己,这一年她是不是更快乐了,我是不是在变得更好,让这个我深爱的女人更开心幸福,我是否知道她心底的每一个愿望,在这纷乱的岁月里,我是不是她最坚持的依靠。 这一辈子,我们还会过很多次生日,还会经历更多世事变换,还会无数次相互依偎,给彼此信心和温暖。 我相信当我们老了,我们唯一觉得做的最对的事就是我们走到了一起,我们将依为命。 谢谢你,紫怡,谢谢你带给我们这么聪慧可爱的情宝,谢谢你给了西西那么真挚无私的爱,因为你她变得那么自信和快乐,谢谢你给了我这么多信任,帮助和温暖,让我在生活这个庞大的迷局中保持着清醒,保持着真挚。 有时我会愤怒失望,你会用你的体贴温暖我冰冷的心,有时我会挫败迷失,是你陪着我让我能够看清。 我常常会自问,如果我突然失去所有的财富,地位和表面的光纤会怎样?我知道那知会是短暂的。 烦恼,这一切对我来说无所谓,重要的是有你有孩子们,有我的音乐,这些与我已经很奢侈,足够足够,感谢上苍对我的眷顾。 说了这么多,脑子里就像电影般掠过着半辈子,所有的欢笑与泪水冷暖自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